是你老朋友游侠黄文贤 请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节目就要正式开始了 Let's go 一个业务人员 有一个专业知识很重要 迷迷糊糊 事情做的 前业务不能处理好的东西 而你能处理的好呢 一个月一个月 一年一年慢慢 我以前呢 在接手很多客户的时候 很容易看出有一笔钱没有付 我就回去问新的 之前的业务嘛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买会是到底 收集的是彩虎 今天 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 黄文贤 好业务游侠 收集的 跟彩虎 买会都是到底 今天教你怎么做到底 这个业务人员 事情做的 我不是说在上一集的节目 在上面我也有做好 我有去学会计 其实对账是 经验曲线 它不是专业知识 所以对账你要人对账 你才能做好一个好业务 为什么对账做好 你才能做一个好业务呢 原因很简单 你跟客人永远有债务往来 有运收账款 运收票据 运收的一大堆的价格 折让什么 那你自己不能做到迷迷糊糊 做到你完全不知道 这笔公司要收多少钱 而如果你刚接手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 他如果还有跟前业务 有账务的往来 你其实当业务是很辛苦的 前面的人 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负责处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能处理 前业务不能处理好的东西 而你能处理的好 也不过就是对账嘛 扎扎实实的对账 对账没有举业窍 只有一个 稳定你的心绪 一笔一笔 一个月一个月 一年一年慢慢对 当你把账对完了 抓出bug的时候 事情解决了 对账 你就会觉得 非常的努力 我以前在接手很多客户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多客户 他都有一笔很奇怪的账在那边 然后会计小姐说他也不知道这笔账怎么来的 就是他每次就少收3000块 那我就说那你这样子好了 你把这半年跟他公司往来的 印收账款的资料印给我 我去跟他对账 对半年没有错 下半年也没错 上半年又没错 最后呢 有一笔钱他没付 对账会有很容易看出有一笔钱没有付 就是那个金额 我就问老板呢 这笔钱为什么你没付 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呢 跟你们的业务呢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笔呢 你要开责让单给我 我就回去问新的 之前的业务嘛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他说对对对 我忘了开责让单给他 我不知道后面的业务也没开 我说好 那确定了就好 那我就跟公司讲 那我就开张责让单给他 那我们就互不相欠 很多时候业务哦 懒得去对账 或者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疏忽 忘了开了一张责让单 有一笔账就永远挂在那 造成的账永远 有一笔账没收回来 而你又不肯去对账的时候 你就很糟糕了 很多业务呢 他只忙着做业绩 他只忙着塞货 他只忙着算自己的业绩奖金 忘了去跟客户对账 这很要不得 把账对好 你才可以做一个好业务 你要跟人家收款之前 你连账都对不清楚 你怎么收款呢 我是你的好朋友 游侠黄文贤 买会是土地 收集的是彩虎 今天教你怎么做土地 要收账之前 先把账对清楚 拜拜 谢谢收看 节目结束了 有什么疑问 留在下面的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答你 下次节目见 拜拜